Hello 各位Homely的会员以及投资者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Homely Market Watch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二 现在是晚上的10点56分 我是MG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复苏股是不是再次来袭啊 如果是来袭的话 你还要错过吗 因为我们在之前刚刚疫苗出来的那一段时间 复苏股呢 有过一次大概中短期的一个爆发 那么很多朋友呢错过了一次了 那么现在是不是又要来了 那你怎么样去提前做好一个布局啊 给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当然这个视频是给大家学习和分享的 所提到的股票没有任何推荐的嫌疑 也没有任何买卖建议啊 所以需要注意大家的一个投资的风险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目录啊 首先会讲一下板块方面 然后呢这个指数方面也会讲一下啊 然后是复苏股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解析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方面 这是KLCI 之前我们画过的图啊 仍然是在这个里边震荡 所以我就没有改图 所以呢大家记得 应该已经记得这个支撑和压力位了啊 这个是比较近一点的 1月29号大阴烛一半的位置 1583 1581 今天是突破了啊 今天是一收1586 但是呢它的走势也是属于震荡震荡的 那么今天虽然收1586也并不代表着 它就能够稳定站在1581以上 对吧 就算站在1581以上呢 我们还需要突破另外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1600点的上延 所以现在指数仍然是属于 三角形内的一个震荡走势 并不像美股那样啊 美股基本上是呃 连着是创了新高对吧 连着创了新高 因为呢有依然是有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财政刺激法案的一个 这种刺激以及疫苗的一个分发 推动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步伐啊 所以基本上啊 美股现在还是仗得很好的 包括还有呢 很多个股财报的支持 这个是本地市场呢 没有特别啊 利好到的消息 虽然我们也疫苗分化 但是呢 呃 影响就没有那么明显啊 就是表现出来的 可能是有一些啊这个复工股 复苏股有一些表现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板块情况 呃板块情况啊 板块的话今天呢 有一个不是特别的亮眼啊 我们看一下账的最多的是这个金融 其实金融呢 我们也能够归结到这个复苏里面 对吧 呃提到的一些复苏股最典型的 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工业复苏 对不对工业板块 那么工业板块的话呢 这几天也有提到啊 等一下会详细讲到 那么工业板块里面呢 之前是账的最好的呢 是属于材料股对吧 因为很多行业 他去工业复苏都需要用到相关的材料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呃消费啊 消费股 当然现在还是像马来西亚 还是在MCO期间 那么很多其他国家 其实他的这个疫情呢 现在是微微好转了一些啊 再加上 现在属于华人新年 对吧 这个消费板块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两天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反应 从他的个股来看啊 等一下我们一会讲到 第三个呢 还有这个金融和原油 尤其是原油 对吧 原油 等一下我们会说到 他呢 肯定是会受到经济复苏的强大的一个刺激啊 恢复他的一个需求 再加上最近有减产嘛 对不对 减产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 最近他还是上的不错 今天是微微调了一点点啊 但是这个调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具体的看看他的一个图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比如我们先看一下金融板块啊 金融板块呢 今天是有回弹了 有反弹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反弹强不强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资金的一个情况啊 整个趋势来讲是下降趋势嘛 对吧 这个下降趋势里面的一个回弹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庄家的一个占比啊 红色筹码这个代表这个板块里面的 庄家大资金的一个占比大概是18% 那么今天的一个反弹啊 并没有 并不是有资金带动的 我们看到是由外资带动的 黄色的外资带动的 庄家基本上其实没有增长 反而还有一点减少啊 这个从资金方面去验证呢 是得不到验证的 这个上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这个趋势形态 趋势来讲 没有突破下降趋势线 我们再看这个紫色的蜡烛 我们这个是红利软件的筹码 动态筹码 动态筹码紫色对吧 最后一根紫色蜡烛 有没有被突破呢 今天是有被突破 但是被突破的话 不意味着他一定会有个大的上涨 可能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回弹 也有可能是一个reversal反转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只能够做短线的一个策略 为什么 因为整个趋势下降趋势没有被突破 也没有资金的一个验证 这个是金融板块 我们再看一下工业板块 这个是重点的一个复苏板块之一 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是讲到 它的一些个股的一个情况 这个板块的话 我们之前分享过 喇叭口的形态 那么它这一波推动的话 基本上 这个礼拜来讲的 都是属于这个材料 在推动它 很多材料都起来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呢 我们看到 它起来的话 今天第一天出色了 出现了黄色的这个超买信号 overboard overboard 那么我们看到之前 每一次连着四次这个规律 出现超买 超买信号消失以后 都是出现了一个阶段的下跌 那么现在出现超买信号以后 了又到了接近这个边缘的位置 所以呢 需要注意一下短线的一个风险 所以呢 如果没有进场的朋友 你就不用说随便去追高了 除非你的这个股票的形态 对吧 它是属于刚刚受到支撑的那种形态 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像这个板块指数的话 需要是注意一下风险 等它调完以后再进 也不迟 总是会给你机会的 对吧 有些朋友经常说 哎呀 今天又错过了一个20% 错过了一个40% 傲老不已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比你亏肯定要好很多 对吧 因为赚不钱 钱是赚不完 但是本金是有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第一天出现黄色 还不用太过担心 对吧 其实这一次呢 是有四天的 对吧 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时候 它消失 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反弹 短期的回调 资金呢 是给力的 资金是有配合的 它跟金融板块是不一样 当然我们说金融板块呢 它只是第一天 也许来明天 后天会给力 不一定啊 我们要跟踪市场 庄家资金大概在48% 没有散户资金啊 红色筹码的庄家资金 是43% 关于它的个股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啊 专门讲复苏股的时候 我们重点是讲 因为这个就属于 复苏板块里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板块 就是这个 也是属于复苏的 这个概念啊 这个是 消费啊 消费板块 但是它的板块指数 一直以来是没有什么庄家 但是我们发现 有一些个股账 确实是不错的 之前我们也提过 它有一个什么 比较稳定啊 有很多这种消费型的 公司 它有比较稳定的股息 第二个呢 它会走一些通胀的预期 对吧 然后第四个呢 会有一些周期性的一个机会 其实现在呢 它走的一个周期性方面 就是走的这种经济复苏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板块指数呢 画了两条线 第二条是修正线 我们前两天也画过啊 今天是已经突破了这个 近期的这个趋势线 但是是第一天突破 还有另外 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压力位 所以我们也需要看 能不能够顺利去突破它 突破的话呢 更多的个股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机会 这是关于消费板啊 个股我们等一下再说 它也是属于复苏概念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原油啊 不对 看一下科技 科技来讲 它还是在这个上涨过程当中 没有太大一个变化啊 里边的话 主要是由半导体概念的股票带动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科技板的话我们看一看啊 这有一些股也是回来了 就是像我们昨天讲的那种股票形态 龙回头啊 就修整完了以后再回来的一个形态 你看这种 对吧 几天前回来了 庄件也是高度控盘的 达到83%的一个控寒程度 这种呢都是可以在它跌下去的时候呢 是进行布局的 我们看一下交通啊 交通股来讲的话呢 一直走的还可以对吧 一个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一个一个趋势 交通股的话呢 今天呢有一些个股 又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当然好的依旧很好啊 这个里边强者强 是强者很强的 比如我们说的那个Tesco啊 一直就是涨得很好的 但这里面来讲呢 我们要去看 涨得好的同时 它能不能够持续的问题对吧 包括还有这个 这个是Tesco了 你看它的庄价空比呢 大概是在96% 很多人在很早以前就说过 哎呀太高了不敢追 你看啊 比如说像做这个冷链运输 三个股票里边 很多人都买了丢内 我不是说丢内不好啊 他们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因为啊 Tesco太高了 不敢进去 但我这边也不是说 让你去追高啊 当你看我们啊 我们买好的股票 我们是有一个节奏感的 对吧 好的股票 它也会跌下来 对吧 跌下来是不是你进场的机会 那你说这个地方买 也是追高吗 这个当然不是追高了 追高是 它在涨的时候你去买 对吧 那你看涨的好的股票 它也会跌下来 跌下来的时候 跌完以后你再进去啊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非常好的 进场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 它涨得很好 你可以等它跌下来嘛 对吧 跌下来跌完以后再进去 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因为庄稼 一直是没有跑的一个状态 对吧 然后其实你像那个 Duelan嘛 我们看一下 昨天我们好像也讲了 这个股票了 昨天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有这种回调 这个态势 但是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它的这个散户没有消失 昨天我们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消失的话 意味着它会比较慢 所以呢 它果然是不是很好的 我们再看那个9608 今天是比较不错的反弹啊 9608 9608 是9608 打不出来 9806啊 今天它这种啊 反弹了31% 对吧 这种我看的啊 我们看这个庄稼 是非常少的 对吧 13% 跟前一天比的话 是有11%的一个账幅 就是说这个庄稼 但是散户依然有78% 那老师 这种股怎么只买了 这种股只能做短线呀 对吧 如果你做中线 中长线的话 这个利润就不是你的 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呢 其实你看啊 比如在intraday上面呢 都是有很多进入进场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很多进场的一个机会 啊 这个地方是进场咯 后面跌下来又可以再进 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交通股啊 交通股 那我们再看一下 Property Property的话呢 因为它面对一个突破 其实这两天的话呢 啊 就是调整一下来 不是很强 看看它能不能够撑啊 撑住 支撑住 被这个下降 趋势线支撑住 否则的话就是 昙花一现 再看一下小股指数 小股指数里 仍然呢也是在这个通道里面运行 跟这个工业板块有点类似 但是它现在也是两天出现超买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呢 短期是需要注意一下风险的 呃 然后呢 这个是小股指数啊 因为最近一个礼拜嘛 它这个就上周啊 上周 是涨得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没有特别大变化的 是这个 Hescat Hescat呢 仍然是在这个下降通道里面去运行了 所以就没有再讲大 我们看能源 能源的话呢 它是 就是因为这个 呃 OPEC 对吧 它有很多这个产油国 还有同盟国 呃 那个盟国减产 包括了沙特 也承诺在今年的2月和3月 进一步减产 上一次减产就已经 给了一波 反应了 现在又减产 对吧 所以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 利好啊 是有一个利好的 包括美油的话也是七连账了 像现在美股市场啊 像那些做ETF 很火的ETF啊 啊 这个做多石油出口指数的特别火 对吧 这是最火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半导体啊 包括什么这个大马之类的 ETF啊 但是你就想 你就可以 想到他这个 大家对于 经济复苏的一个利好的期待啊 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 做了一个预期 对不对 我们投资就是投资预期嘛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这个石油 石油的话呢 啊 我们等一下也会 啊 去看一下啊 去看一下 呃 这个是关于指数和板块方面的啊 关于这块的话 我在盘中啊 啊 交易日盘中休息的一个阶段 会发出这个lunch出来 会有指数和板块的一个情况 指数会给到支撑和压力 然后还有这个板块的一个情况 会讲一讲 今天讲到的是消费板块 看到吗 重点讲的是交通板块危涨 然后呢呃消费板块呢是没有亮眼 但是一直比较稳 对吧 这个讲到消费板块 然后呢 还有这个呃其他的板块 个股方面呢会分析一到两只个股啊 这个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也不是推荐股票 今天分析的是CYPAC和这个7595啊 更多的给的是技术分析 呃有华语版又有英文版啊 想要收听的朋友可以发送homelylunch到01116527962 如果想要收到盘中的这个更新 即时的更新可以发送homelylunch到01116527962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复苏的一些股啊 概念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个股的一个情况 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在 先讲第一个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板块啊 工业板块 Consumer 啊这个是工业板块 看一下工业板块的一些个股啊 比如说啊材料股 我们知道这个板块里的材料股 是涨得非常好的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看 他这个安卓啊 之前我们多次提到的 他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啊 跟昨天是类似的对吧 这个紫色的庄家均线穿到这个柱子里边 说明现在庄家是高于平均值的 所以呢 他就有一个什么配合验证的这个上涨 应该前面的话啊 这种豪股跌下来都是你可以去建仓 或者是average上的机会 对不对 但是你等他调完 你再经费更好一点啊 然后庄家控比大概是在6970%的样子 非常好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的话 你在他的这个盘中去进行一个购买就可以了 今天也是涨了7个巴仙 是很亮眼的 对不对 包括了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钢铁股 钢铁股 安卓也是钢铁嘛 对吧 这个的话今天是庄家是第一次上传75% 而且一个白色 这个白色是弱势抄底的一个买入信号 对吧 今天也是高开 涨了6.8个巴仙 也是不错的 对不对 一般我们都在60分钟上去找买点就好了啊 呃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是也是press metal啊 press metal 它也是出现了啊 当然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龙回头的形态 因为他这个庄家是55% 现在正要穿还没有穿啊 这样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看明天能穿的话就更好 今天是涨了4.95% 啊 这个是关于这个 啊 还有这个0196 这个是一直都强啊 这个的话你等他调 调完以后你再进啊 调完以后 它也是属于工业概念的 呃 这是这几个 OK 这是工业板块的几个啊 然后我们再重点看一下consumer啊 consumer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啊 比如说啊 这个9172 这个呢 它是我们看它的一个技术形态是非常美的 对吧 但是他 他这个消费板块的股啊 不是那么的惹人注目 因为很多人呢 他喜欢是看那个 这个top gainers 对吧 里面的话呢 很少是找到他们 哎 好不容易能找到一个出来 很发现 哎 他怎么站了这么久 我才发现呀 会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因为他每天就 站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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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 从他的板块形态看出来 板块压根都没有装家在 对不对 所以 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机会 其实反正这个板块呢 它会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你看这个股呢 它也是有一个什么 这个intern dividend 会在4月2号发出 所以很多有一些 比较偏保守一点的投资者 他 他 他 更会倾向做这种 也不用天天看呀 买在那边做中线 中长线 放在那里 哎 又走通账日期 又有DV灯 如果他能够看得有装价的话 就更放心了 因为不是所有的股票 有前面两个 就可以涨的 一定是有资金配合 才能够完美的实现你的一个 capital gain的一个获利 现在他就是属于比较偏完美一种类型 89% 今天也出现了overboard的一个信号 但是呢 你等嘛 你看是这一次 对吧 等它消失以后 哎 回来 回踩 再次出现买点的时候 就进就好了 买点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过 trainexport 直接买就好了 对吧 我们拿到这个data来看一下 很容易啊 9172 因为其实买卖点都是在最后一步 所以就是啊 懂得分析的朋友会发现买卖点是非常容易的 你看这边 这边调下来以后 我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有出现轻转红的买点啊 在这边买就可以了 对吧 非常简单的事情 买卖点是最后一位啊 重点是做好选股和分析 那么买卖点非常容易了 我们不要把这个迅速弄乱弄反了 然后还包括DIY DIY今天也是涨得很好的 对吧 庄家再次抬升 这也是一个龙回头的一个形态 对吧 那你同样的 又同样的一个买入方法就可以了 其实还有很多啊 今天这个消费板块里面有很多 这放了比较多啊 9997 这个你看也是 哎怎么涨了这么久啊 才发现这种感觉 庄家的控盘的大概在79% 接着没有涨很多啊 这个成交量是比较一般的 呃 这个更定啊 更定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它也属于消费板嘛 对吧 其实今天就是最亮脸的这些复苏版 就是消费板 快利便 就是消费板啊 啊 你看这个更定 更定的话 它也是涨了很多天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才放出来 因为啊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图 这个图太小了 4715 啊 因为它今天啊 因为它今天呢 彻底是没有散户了啊 没有散户是它这个股票上涨 就是再回到上涨 很重要的一个这种标志 虽然不是100% 但是概率确实很高 我们看之前啊 这个地方对吧 消失以后 你看涨了很久 对不对 涨了很久 然后呢 再次这边有一个调整 然后今天啊 昨天就已经只有1%的散户了 青色的散户注 今天是没有散户注了 散户注彻底没有说明什么啊 庄家他才会放心去拉伸股票 对吧 前面的话啊 有散户就是他们追高了嘛 那现在来讲呢 最好的一个入场点 在前面啊 这个蓝色蜡烛 或者是我们拿TrainExport 对吧 上穿主线的时候 也是可以买的 这边呢 也都有机会 今天的庄家是达到34% 对吧 34% 所以这种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比较轻松的 是在盘中找到它的买点的 我们打开它的60分钟图 打开60分钟图 用这个TrainExport去看啊 轻转红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星期一的上午10点钟 那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在五盘里 今天也写到了 就是它的助体明显放大 这是今天的10点钟 明显放大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进场点 说明什么 上涨动人充足啊 这是它的一个关键的点 好 那说到这边 我们就看一下3182 对吧 3182也看一下 很多朋友啊 都有买 因为这些都是之前也是 高股息的股票啊 但现在是跑了一个复苏的一个概念 啊 现在它也是第一天啊 散户消失非常重要 对吧 庄家呢 大概是到了39% 比刚刚那个也好一点点 但是他俩的形态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白线以上 对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黑马出师的一个形态 之前也出师了一次啊 现在是调整 调回来呢 是一个higher low 对吧 第一点是抬高 所以呢 这种地方呢 你是可以考虑去介入的 对吧 那有人说 哎呀 老师你现在才说 现在才说 怎么了 会更安全一点啊 对不对 这边是可以入 对吧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trainexport 是可以入啊 轻转红 但是我们看到了 还在这个线的下方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比较aggressive 那等它上穿主线了 不是会更好吗 对不对 当然没有工具的朋友呢 也不用盲目追进去 因为就算你追进去了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卖 不能够及时套利 对吧 老是坐过山车 好 那这边是超买啊 就超买 如果消失跟这边一样啊 没有被跌破 仍然可以拿着 对吧 如果跌破了的话 就可以短线先出来 但是如果做长线的话呢 就应该没有太多问题 好 然后这个是两个啊 这个重点的 3182和715 嗯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消费啊 消费板块 其实还有很多啊 像这个板块里边 啊 包括这个 saludica呀 这些对吧 还有这个7080呢 这些很多啊 今天看了很多账的不错的 包括还有那个面粉 那个malicia flavor啊 啊 也是涨得非常好的 就都具备类似的一个形态啊 好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科技啊 科技我们看完了 我们看一看这个 这个telecom啊 telecom telecom不属于复苏啊 但是我们刚刚没有看是吧 刚刚可能漏掉了 复苏啊 这个是四七八 四七四八 那是telecom啊 这个就是有一个在这边 呃 提了这个电线板块 主要是因为这个opcom 今天是number one 对吧 number one 它也是什么 有一个 庄家一直在里边 有一个布局的一个作用啊 之前就已经没有散户了 现在庄家一般是保持在50%以上的位置 所以你看它前面是一个蓄力的过程 之前我们有讲过 对吧 股价没有太多账幅 但庄家一直保持在50%啊 然后呢 这种股价是容易爆发一下子40% 甚至更多 对吧 好 复苏板块这块呢 呃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energy啊 看看 我们看看怎么是找到这种股票吧啊 找到这种股票 就有这个想股方法 昨天我们讲的是回调结束啊 今天呢 就是优化一下 把回调结束基础之上呢 是没有散户的 我们叫做散户消失 并且也是有庄家的股啊 这种股呢 直接选出来 我们发现了 今天是有差不多是29个股票 对吧 选出29个股票 用这个散户消失来选 然后呢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跟定 还有这个 呃 跟定摩雷莎都在里边 对吧 这是今天选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呃 里边选出还有其他的啊 这些是属于也是消费板块的 看到吗 它是不是也是散户住消失了 啊 这个是RHB啊 金融板块 它也有种种征兆 但是呢 你看这个RHB的跟它的板块差不多 也是价格有一点起伏 但是庄家并没有支撑上来 虽然散户消失了 但是这种的话 我们再要看 对吧 可以通过控制仓位来调整 这个HB Global啊 HB Global呢 也是属于这种啊 第一天散户消失 嗯 然后呢 还有A用 A用是消费板块码的 我也属于消费板块这块啊 仗的是还不错的 现在是啊 散户消失 对吧 散户消失 站上来的 好吧 所以呢 一定要拿庄家去验证啊 所以才能够比较稳定 才能会比较有信心 好了 今天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内容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Homely啊 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公开课 我们在明天晚上 有一节公开课 2021年的马股行情策略布局 会讲到啊 马股持续正当 是否能够扭转乾坤 第二个呢 热点的行业 及热点股票的共同特征 第三个呢 教你怎么去打造 比较完美的交易的一个策略 会员可以直接参加 非会员呢 发送210到我的 WhatsApp 011 16527962 非会员发送210到 01116527962 好吧 这个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觉得有收获了 可以记得帮我点赞 并且转发给你的朋友 而且可以多多留言 如果想收听到 未来的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了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Homely在马来西亚 有三间分行啊 第一个总行在吉隆坡 然后还有槟城和新山的分行 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们 好吧 01116527962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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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